我看你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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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爱去的爱 我想跟你谈 大家好 我叫曹慧 今年22岁 然后我带去选择的是 主播不想找 合作女人才介绍 好 好 刚刚我介绍姑娘 是曾经参加过 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会 是吧 既然是在吉林市歌舞团 一队担任舞蹈女人 驻扎在北京 是拆来连舞蹈学校 哎呦 天哪 我们都知道吉林市歌舞团 我们经常在春晚上有表演的 那对 刚刚看这个出场就能看得出来 接下来来看一下 姑娘的短片了解一下 我叫曹慧 蒋明北北 长春人 今年22岁 我是一名专业的舞蹈演员 14岁学习跳舞 16岁去杭涅参加艺术团表演舞剧 在杭州40多度的高温的天气下 每天排练12个小时 因为家里条件一般 我多表演一个节目 就能多挣一分钱 这几年为了能够完成我的人生规划 我辞掉了 今天是歌舞团 舞蹈演员的事业别 我几乎每天从早上7点 到晚上7点 都会去一校待课 中间没有任何的休息 不舍得买衣服 也不舍得买化妆品 终于在今年 我开了一家属于自己的舞蹈工 我会去十分钟 都会去一夜 你去哪里 我去哪里 有什么事 你去哪里 那是谁 啊 你去哪里 你去哪里 我去哪里 你去哪里 这个人 我去哪里 你去哪里 你去哪里 我去哪里 你去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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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哪里 这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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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别人刷力 无分险 没有一句真话 来 听说 我特别强调一下子 我是个很正能力的书国 第一 我不喊卖 我不会喊卖 我喊不喊卵 我喊不喊卵一样 第二呢 我是靠才艺 我不靠脸 你看我这老脸 我要靠脸我得那死 所以说 我直播是啥呢 就是完全是靠才艺 取决于那哈 那个粉丝 他们跟我刷力 我没有一个说 不一坑的 你展示一下才艺 我简单给你们来点模仿吧 来的简单的 模仿个文星余老师 我这个人哪 少为那么伤了别人眼睛啊 终于又说被图腿抽筋啊 小道 小道 我多钱又来砍树了 他咋办呀 好 这种主播咋样 我个人不太喜欢主播 好 好 就是个人 我个人不喜欢 咋不喜欢 你看多有才 咋不喜欢他 因为我想找一个那种 刚正当纸 就是 就是 就是那种 稳定的职业 就是不喜欢 就是今天收入很多 明天收入很少的那种 来 十三号海浪 你好 美女 刚才我看歌尽绍是舞蹈专业啊 我从小就特别喜欢舞蹈 但是因为这种原因 我没有走到这个 这个舞蹈 舞蹈这条道路上 所以说我今天有个小小的请求 可不可以展现一段 大家也开个眼睛 可以 好 可以 然后我现在准备一下吧 要准备一下是吗 对 毕竟这身衣服 可能跳起来不大方便 可以到后台准备一下 好吧 好美啊 我们掌声换一下 好 吃上海浪是头一回头的原本肯 我只能告诉你啊 就是秋包女护手更香 更有人胎子秒变温柔 美女你好 吃饭了吗 后边两老出去老 那咋一会儿呢 接着看 看 看 我们掌声换一下 好 好 好 谢谢 谢谢 大家觉得精彩不 出来了 好 好 夏琳是啥意思啊 那个我能下去表达一下我此时刻的心情吗 可以可以来来来 好 谢谢 好 好 谢谢 我来来来做就好温暖 好 来来来来看第二个短片 我是一个控制欲极强的人 我希望我的男朋友能时刻跟我保持联系 在出差的时候我们也能视频聊天 在我想看你手机的时候你必须给我看 虽然每个人都有私人空间 但是如果你不跟我看手机说明你心里一定有鬼 我觉得2019年最恐怖的爱情故事就是把手机给我 手机给我 所以台上的连加宾跟我在一起的话 你们愿意把手机给我看吗 我的控制欲之所以这么强 是因为我很缺乏安全感 之前的一段感情让我遍体沥伤 我可以在上一天课很疲惫的情况下 外面下着大雨从一楼爬到二十二楼 为我的前面一楼送她想吃的东西 因为她是做传媒行业的公司女生特别多 她会管她公司每一个女生都叫宝贝 而且在外面她从不承认我是她的女生的 甚至到后期我看她手机的时候 她会很生气的对我传打脚题 有一次甚至打出了脑跟档 10号 常驻吴亦凡 那个维尼我刚才看你说那个短片里说 你说那个你觉得最美的爱情 就是把手机给你 我觉得那是一段很凄惨的爱情故事 为什么会凄惨呢 还是反这个反那个你想想都吓人 11号 童老板你说 不要跟她宰起 宰起的话也必须时时刻刻地看她手机 你稍有一刻不看她手机 她就会绿帽子给你扣到脚后跟 好 我今天不想因为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去两个人去发生争吵 就比如说很 就可能说这个 我的女王就是女网友 我都不认识她是谁 她给我发了一个练习 现在就差你最后一刀 帮我砍一刀 她问我这个人是谁 我解释白酒解释不行 你说怎么办 压根就没有那种人 你都删的 哪个杀子 哪个杀子 哪个杀子你说 我手机里边全是工作 就是我 我可以把手机就搁你的 你就天天给我进屋 来信息一回都行 我就 就没有 没有 印象 女人的心 我这样的 就 就 没人跟我生孩子说 你别吓着姑娘 这咋又说到生孩子的事了呢 我 我真的 我太难了 我单身了二十多年 我 渴望爱情 我渴 有真子 你是想渴啊 慢慢来 干嘛呢 大家现在感觉你不是渴望爱情 你是渴望孩子 是不是那像十号那种越不让看的 你越得去看 而像人六号嘎子这种 越让你看的 对 反而越不值得看了 越不用去看了 确实是 要不然都说 现在情侣之间看手机 说那既能锻炼应变反应能力 还能同时还能锻炼搏击能力 所以啊有的时候 惹事的不是手机 想看的也不是手机本身 而担心的还是你这个人呢 对对对 还是要有给信任感啊 你看这个天瑞还在那里面子 是乐的啊 二号曹婷 你好美女 那你那我感觉挺矛盾 你不喜欢搞文艺的 你自己是跳舞的 是因为那个前男友吗 我看短片里的那个前男友 其实就是做传媒的是吗 对 什么感觉当时 就是感觉特别虚 然后其实初一年 然后也可虚了 她是属于渣男类型的吗 嗯 算是吗 分手之后再去客观去评价 我不想评价她了 这件事翻 翻页吧 所以因为那段感情 让她现在就觉得超级没有安全感 所以对男朋友才会有非常大的这种掌控的欲望 好像都不敢往前迈步了是吗 对 啊 经历过一段让你受伤的感情 我觉得实际上是让你成长的 对 带着这份成长往前走 好吧 谢谢 谢谢姑娘 我们掌声送别 加油 加油 有多少人在红旗街头 准备不在 也是能拥抱 总是那样 我们加油 加油 加油